大家好,歡迎大家在中午休息以後回來我們的Section議程 那我們下午R1第一個議程是由何秘昂為我們帶來的用Python科一個深度學習圖片重點裁接系統 那我們就馬步就是立刻開始吧 大家好,這個Section要跟大家講的是用Python科一個深度學習圖片重點裁接系統 我想英文標題應該比較明顯知道我要講什麼 Implantation of the Depend-In-Bias-Science Detection System by Python 我是何秘昂 接下來就稍微自我介紹一下我們以前是台大研究生,然後是在CMDM Lab 過去的經驗有在2021擔任C-Con的講者,又在2020年擔任C-Con的講者 之前有在Dcard擔任ML Team的Intern,也有在中研院擔任過DeepRendingShaderIntern 這是我個人的網站,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這邊有些聲明,那這個project是我在Dcard Intern職級做的一個project 那這個公開本身是有被Dcard的staff同意過的 那此外,這個透過使用的圖片都是從Dcard截取出來的 而且都被Dcard staff同意過的 那做這個project的動機是什麼呢? 首先是目前有許多社群媒體或者是一些電商平台 那都會有App跟Web的各種應用程式 但是在設計這些外本應用程式的時候其實都有一些Layout的問題 例如說使用者上傳的圖片只能在占張一小小的空間一個長方形 但是User通常上傳的圖片都也不是這樣的形狀 可能是像這麼長的一個長方形 那要如何把這麼大的一個長方形塞進這麼小一個空間裡面 其實可以要求User自己去裁切一個適當的大小 那另外也可以就是通過一些自動化的系統來裁切一個適當的大小放進去 但是這樣就遇到問題 那系統要如何去裁切呢? 那以這個圖片為例的話 可以看到如果從上面開始切的話 看起來其實不錯啊 但是如果從中間這樣切 好像也還好 但是好像就少了像上面這樣的一個標題 那如果從中間這樣切下去呢 有些圖片就裁到了 但是有些只有保持完整 看起來好像也是還不錯 那最後這個好像也是一種選擇 那在這四張裡面看起來應該最好的就是這張 但也不是每張圖片都從上面切就好了 那像是這張圖片 如果使用者上傳張一張帽的圖片 你從上面切的話 那就變成這樣 那全部都是背景啊 那如果往下一點 這樣好像也不是很好 這往下一點呢 那這樣好像又好一點點了 那這張可能又是最好的 但是現在耳朵又有點猜到 所以到底要讓電腦怎麼自動去裁出這張圖片 就是一個要解決的問題 那以人像來說的話 這也是一個例子 例如說 這張圖的話 如果從身體開始切 這一定是不好的選擇嘛 那你從最上面開始切 把整個臉切進去 那這就是最好的選擇 那中間這兩張可能都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因為對人類來說 如果整個打個頭切掉的話 好像也不是很好 所以聽完這個演講後 你應該就知道 如何用電腦 那透過一些Deep Learning的技術 去裁切 自動化裁切影像 那裁錯影像也會非常的完美 另外是如何使用Python implement這個系統 那因為這場talk並不是Deep Learning相關的演講 所以我並不會講太多技術細節 而是會把重點放在如何用Python implement這件事情上 那待會的Outline的話 第一項會稍微簡單一下 簡單介紹一下Deep Learning 那以及Deep Learning用在Computer Fishing上的一些Project 那以及我們這次的重點是Salience Detection 那接下來就會分別講這三個系統 第一個是Pyramid Featured Attention Network 那以及再來用Fast Recognition加OCR 去提升這個裁切的效果 那最後會再給更多的例子 那以及用這種裁切系統 可能會造成的公平性問題 好那第一部分 就來簡介一下Deep Learning 以及Deep Learning用在Computer Fishing 那以及Salience Detection這個Test 那如果大家不熟悉Deep Learning的話 其實也不用慌張 你可以想像它就是一個函數 它是一個F Theta 那這個Theta是什麼 是這個函數F裡面的參數 總之它就是一個函數 當你輸入一個S 會得到一個Y 那什麼叫做Train的Deep Learning Model 那這邊講的Training 是特別指的是Supervised的Training方法 那有些Unsupervised 或是Semi-Supervised 或是一些什麼Seph Supervised的Training 是不在這邊的探討範圍 那個因為比較高階一點 那我們這邊就講 最單純的SupervisedTraining 也就是提供一組S跟Y的 很多很多這樣SY的配合 那希望找到一個F Theta 就是某個函數 那去完美符合這樣的Data Pair 也就是希望輸入S會得到Y 那什麼叫做Fit呢 要怎麼知道這個得到的Y 跟這個Y到底多像呢 那通常這樣就會定義一個Loss Function 例如說L1 Loss 就是把S輸入這個 這個関數之後得到某個Y 那希望它跟你希望的Y越像越好 那這樣的話用一個絕對值 然後相減 那就是以這樣來定義說到底多像 那我們希望當然這樣就等於0 0的話就是最好的 但如果越不像的話 它數字會越高 那要如何去讓這件事情實現呢 就要去更新這個參數嘛 那如何更新這個Theta這個參數呢 就是通過GradianDesign 所以整個Deep Learning Model 就是希望你有提供一大堆的S跟Y的Pair 那希望找到某個Theta 讓這個輸入S會盡量跟你答案的Y越像越好 那如果達到這件事情呢 就是更新Theta 那更新的方法就是GradianDesign 那整個Deep Learning大致上就是這麼回事而已 那Deep Learning用在Computer Feature上又是怎麼回事呢 可以想像這個S就是一張圖片 那Y的話就是你想要它的Output 例如說這邊輸入一張這樣的圖片 那Y的話就跟你說 A這個圖片嘴巴是合起來的 那假設是這張圖片呢 Y的話你就希望它輸出的是嘴巴是張開的 所以只是讓S這個輸入的東西 變成一張影像或者是任何的Video 那Y的話就是你希望的Output而已 那Deep Learning在Computer Feature上的任務 還非是蠻多的 那像是有Image Level Task 例如說分類 那像剛才那樣子這種就是一個分類模型 輸入一張圖片 那告訴你它是屬於哪種分類 那另外也有像是Tagging 那Tagging是什麼呢 比如說輸入一張圖片 那你希望它Output說 這張圖片是早上拍的還是晚上拍的 那或者是現在場景是哪一種 反而就是對某張圖片增加很多Tagging 那另一種還有像Retriever Retriever是什麼呢 像是你就丟一張圖片進去 你希望它Output說哪些圖片跟它很像 那另外還有Advocation 這是什麼呢 這個是你輸入一張人類的圖片 你希望它Output告訴你這個人是誰 那另外還有像是一些Flag的 還是Illegal的Detaction 像是有些色情圖片 你希望Model可以自動偵測出來 那什麼是Dense Text的呢 就是你輸上圖片 你希望它Output也是跟原本圖片大小一模一樣 也不要差太多 就基本上就是每個Pixel都是一對一映射的 那這種Tags有哪些呢 像是Servanties,Servantation 就是你希望輸入一張可能道路的圖片 那Output出來它的大小跟圖片一樣 但是它有指名 每一個位置它代表什麼 例如說可能下方有一大塊區域都屬於馬路 那旁邊有一些東西屬於樹的 那有一些是屬於車子 有一些屬於行人 那Deep Estimation 它是要Output說 這張圖片的每個Pixel的位置 它是在這個場景多深的 例如說道路的圖片 那道路的鏡頭可能是很遠的 所以Output出來這個位置的值就很大 那相對的比較近的東西 它可能Output出來的數值就比較小一點 那Servant Detection 就是今天要講的東西 就是輸入一張圖片 那Output說 就是這張圖片每個位置的重要程度 那越重要可能就越靠近1 那越不重要就越靠近0 那此外還有一些增加解析度 或減少解析度的一些Task 總之Dance Test就是輸入一張圖片 那Output也是一張圖片 那Spot Test就是輸入一張圖片 那Output是一些比較靈散的東西 比如說Pulse Estimation 就是輸入一張都是人的圖片 那Output的話要把每個人的各個身體關節點都標示出來 那Fast Recognition就是輸入一張圖片 然後把圖片上的每個連鏈都辨識出來 那Incent Segmentation跟Servant Segmentation其實差不多 但是Incent Segmentation更重要的是要把每個物件都拆開來辨識 那Object Detection就是整測一張圖片把那個物件都框框框起來 並辨識它是哪一種物件 那Content的話可能像是數一下圖片上某些物件有幾個 那OCR的話就是辨識說圖片上的文字 把它框起來並且辨識它是哪些字 那再來有些跟時間區別相關的Task 像是Action Prediction 你輸入一個影片 那期望Output說這個動作是什麼動作呢 那還有影片的合成 那或是影片的內插等 就是Deep Learning在Compute Fishing上還蠻多任務可以做的 尤其近年來可以看到CBPR是Compute Fishing 選一個Tier 1的Conference 那每年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投稿 可以看到像2021年的投稿數量已經高達快7000了 那這邊藍色的總投稿數 那這個橘色是有接受的 那歷年來接受的程度可以看到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因為投人實在太多了 那這是今年投的一些主題 可以看到大部分人開始都就往3D賣進了 之前都是2D的 現在都是3D的一些Compute Fishing技術 那此外還有像Reputation Learning啊 或是Image跟Video的合成等等的 就是近年來比較多人偏套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接下來就回到這個Salience Detection的Test 那這邊就很明顯告訴你這個Test是在做什麼事情 輸入一個X得到Y 那Y的話要指明說這張影像上每個Pixel的重要程度 而且是對人類來說重要的程度 那可以看到這邊就輸入一張貓的圖片 那左邊就輸出說這個貓的位置這些點都很重要 所以它把它標示1 那其他比較不重要的話是0 那中間一些比較過度的像貓的耳朵 可能它數字就沒有到1那麼高 但是可能是0.6、0.7 那就漸漸的從1到0中間這段區間都是連續性的 所以這個Test很簡單 就是輸入一張圖片 那Output就是這張圖片哪些位置是重要的 那這樣的一個Output就稱為Mask 那Mask裡面1可以算是重要的 那0都算是不重要的 那當然也有借在一些中間的數值 像是從0.5、0.6 那可能就是比較偏有點重要 但是又不是最重要的地方 那這個Test在哪裡很有用呢 例如說這邊有個例子是Twitter 那Twitter也是讓使用者就一直上傳圖片 那Twitter希望自己就是他們的Machine 可以自動切出一個好的裁切的位置 這是他們2018年發表的一個Paper 那可以看到他們做出來的效果 這是沒有裁的方法 就是可能就固定說就只放上面而已 但是這自動裁切加上去之後 可以看到好像每張圖片都變得好一點 就是真的有抓到一些重點位置 那他們Paper裡面是有詳述他們使用的Model架構 還有還有如何加快一些計算的過程 那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他們2018年這邊Paper 那這邊稍微簡述一下 就可以看到他們的Architecture 就是一般很正常的一張圖片進去 然後好幾層的Conversion Network 一直接起來一直接起來 然後最後就有Output 但是因為Twitter每天就上傳圖片的人數實在太多了 他們如果用這麼複雜的Network 那其實計算是非常耗時間的 所以他們其實有用一些Model Purely的方法 那把一些不重要的層把它刪掉 那希望這樣刪減過後 這樣的效果其實是不會變差的 那有興趣的話就可以看這個Paper 那今天我們這邊要講的話是另一個Architecture 叫做Pyramid Feature Attention Neural Network 那它是JRM for Setting Detection用的 那這是一個2019年發表在CPPR的一篇作品 可以看到他們的成果在這裡 那這是光柱 他們的成果跟正確答案 就真的還蠻像的 那右邊這邊是一些比較老舊的作品 可以看到其實就是差蠻多的 這邊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好那我們就正式進入主題了 這個Pyramid Feature Attention Network 這是它的Model架構 那這邊就稍微簡述一下 如果要深入理解的話 其實就真的需要看MyPaper 那可以看到當一張影像輸入進去的時候 我們希望它得到的數值是這樣 那白色應該是1 那黑色是0 那希望這樣進去 那Output是這樣 那這Image Input進去之後 會先過一個Pyramid Feature Net 那Pyramid Feature Net它從前面抽一層 然後再從後面比較後面的Lail再抽一次一個 那從前面抽的這些Feature 就比較像是Low Level Feature 那它是比較針對位置性的 比如說可能這個位置 那它可能包含一個貓的臉的Feature 那High Level Feature的話 就真的比較重全面性的來探討這件事情 比如說有個Feature在這麼後面的層 那它就可以判斷說 這整張有貓咪的圖案 那你可能有花的一些Feature 那這是屬於High Level Feature 就比較不像前面是針對某個位置 這種比較Low Level Feature 那可以看到這樣 同時把Low Level Feature跟High Level Feature 都拿出來之後 那過好幾層的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再把它合起來 所以可以想像中最後的結果 就是同時具有這種Low Level Feature 跟High Level Feature的結果 那把它結合起來之後 然後再過好幾層的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就可以得到最終檔案 那我們就這樣子 End to End的Chain下去 就結束了 那接下來就開始使用教學了 那其實你不用重新刻這個Model 因為已經別人幫你準備好了 你只要在GipHub 搜尋這個Pythorch Pyramid Feature Attention Network for Sanness Detention 就可以找到這個Repl 那你把它直接空下來 那因為它這個名字有點太長 太長了 那待會使用上不是很方便 所以可以把它的名字改成Pyramid 就這樣短短的一個資料夾名字 應該會好用很多 那簡單起見的話 這邊就建議大家一開始 你就用它的Pretend Model就好 因為如果你要重新Chain它的Model的話 還要另外準備一些Dataset 其實就很會耗時間 那一開始的話 可以用Pretend Model來測試即可 那你就把Pretend Model的Wave 從他們提供的Google Run下載下來 那這個路徑把它記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就來講解一下如何操作這個Code吧 那比較完整的說明是在提供 有提供在他們的Repl裡面有個Inference 只能Py 那就蠻詳盡的 但是其實這邊我提供這份Code的 就已經足夠操作它大部分的功能了 那首先要先Input一些Library 那如果有在使用PyTorch的 惠眾應該就很理解前面這兩個就是PyTorch 常見的一些Library 像是Torch跟TorchFishing的Transform 那此外這個PRI 然後Input Image 這個是一個讀圖片的Library 那後面這兩個就是剛才PyRomid的那個 它的Model 以及它的一個Pre-processing的一個Function 那在使用的時候 首先要先從TorchFong的能夠來實現 營修一個Function 這個東西是拿來做Standarization的 因為通常在Chain一個PyTorch 然後用在圖片的辨識或是任何Task上 都需要先對這個圖片本身做Standarization 這樣效果就會提升一點點 那這件事情 這個你要想說這個數字要怎麼來的呢 這其實是ImageNet裡面把所有圖片統計過 然後可以發現在每個Channel裡面 RGB的那個Channel的一些Main的Failure 跟Standarization的一些Failure 那把它算出來之後 再把它做就可以對所有圖片進行Standarization了 那這塊有興趣了解的話 可以去查這些數字 你把它打進去 應該就可以Google到說 這些數字代表意思是什麼 那接下來最重要的三個東西就是 你剛才下載的那個Model 你放在哪裡 那以及你要進行GTorch圖片 那比如說你就放在同一支架架 叫Image.png 那define是你要用CPU計算還是用GPU計算 那通常這樣的Task當然是用GPU是比較快的 那所以就會把它寫Cuda Cuda就是GPU 那接下來就要初始化你這個Model 那它是這個SODModel 就先把它初始化 那在這邊有把剛才那個下載的Wait讀進去 所以這時候Model就已經登進 就變成你的Pretrain的Model 那接下來把它放到你剛才指定的DeFi上面 那開啟Evaluation Mode 那再來Image的話就是剛才出了這張圖片嘛 那你先把它讀進去 轉成NonePi的格式 那一起做一些preprocessing 那接下來因為Tensor通常速度都是0到1的範圍 所以先把它從原本Pixel 0到255的這個範圍值 先除以255然後變成0到1 然後先把它轉成NonePi 在32bit的格式 那接下來還有Transpose 因為通常一般圖片的排列方式 它都是先長成寬 再乘以後面的Channel Channel就是RGB 所以是長成寬成3 但是在PiToy使用上要把Channel把它拉到最前面來 所以這邊有個Transpose 也就是說原本在最後一個維度 也就是012第二個維度的值 把它搬到前面來 所以2擺到前面 那原本長跟寬 原本0跟1的位置 就把它放到Channel的後面 所以這行就是單純在把它的一些維度進行調整而已 那接下來就進入剛才這個Standalization的Function 那就是把它單純的Standalize而已啊 沒什麼事 那最後這樣你已經準備好你的圖片的Tensor 那直接把它丟到這個model裡面 它就可以output出的mask 這個mask得到之後就全部結束了 你就已經完成 把它的Sendings的位置取出來的過程 那這就是output了 你把model的圖片丟進去 它output出來就是長這樣 那比較黑的地方是0 那比較亮的地方是1 那這時候要怎麼拔 你要怎麼知道要踩什麼位置呢 你這樣肉眼看下去 當然知道要踩大家這個位置嘛 但是如何用電腦算出來呢 那其實這件事情很簡單嘛 它就是從這麼大一個範圍 這麼大一個matrix一個矩陣的位置 你希望踩出一個長方形的位置 那這個長方形的長寬是你已經知道的 但那你又希望說 這個長跟寬 框起來的長方形裡面加起來的數值是最大的 那這件事情不是就可以用dynamic programing來解嗎 那如果大家平時有在刷題的話 那其實這件事情好像不是那麼難 就只是一個刷題就lico裡面的一個題目嘛 那如果你真的忘記dynamic programing怎麼刻的話 上網查就很多了啊 就直接複製一段code拿來用就可以了 像是這邊有個gip4kid裡面的影片 它會告訴你如何從一個2D match裡面 找出最大加起來合最大的一個長方形區域 那你就是照著它兩顆 或是把它提供的code拿下來使用就可以了 所以呢當你使用dp來算的話 你就可以從原本一張圖片 那把有重要的位置先把它偵測出來 用dp然後把那個長方形拆出來 所以input是這樣 然後off變成這樣 那這樣拆起來看起來效果非常不錯啊 但是換成梗圖的話 可以看到梗圖有一些文字 但是這種pureline的new1network 好像沒辦法把文字的部分detect出來 所以最後抓出來可能就是人比較多 然後互動比較多的地方嘛 其他地方文字好像要被踩到了 可是在這張圖片上看起來是還好 還可以接受都是 但是如果輸入是人的話就有點尷尬了 可以看到人類的身體跟頭跟臉全部都被準確的預測出來 就是可以看到這個salience的位置都有這些位置 他們都會亮的 但是身體的區域很大 所以在算最大家種的時候 指的那個最大的區域其實是身體的位置 所以它猜出來是身體啊 這樣就很尷尬 因為對人類來說其實臉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以這樣演算法來算的話 其實臉就不會被考慮到了 那這樣怎麼辦呢 就增加臉的權重比較好了 所以呢接下來就是要把這個人類身體太大電影進去解決掉 也就是增加人臉的辨識系統 那把臉的位置辨識出來 再加更多的權重在上面 那這樣事情就解決了 那另外像剛才梗圖的意思 對人類來說文字也是重要的 但是它不在剛才那個Pyronomy的Nirone Network裡面的 Chaining the set裡面 所以那個model並不會偵測有沒有文字這件事情 它如果看了文字可能就被忽視了 所以再加一個OCR的model 那把文字增測出來 也一樣加點位置在上面 這樣子最後的結果就會再考慮文字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要Input這個model 那透過Fast Recognition以及OCR的技術 那接下來就來講Fast Recognition 那其實Fast Recognition 比起剛才那個Pyronomy Nirone Network還好使用很多 因為它已經被放到Pyp裡面了 你只要透過Pyp install 然後這個Fast Recognition 這個Library就可以使用了 不像剛才還需要從Gitra上面拿下來 那再摘一些Wave 那那個過程比較麻煩 但是人臉辨識其實已經 就已經放在Pyp上可以直接使用了 那這邊有些官方說明 它說你只要輸入一張圖片 它可以把人臉都辨識出來 就把它這個框框把它框出來 那這邊稍微就探討一下 它到底用了什麼model 那這個過程可能會有點複雜 那如果你覺得就是以實作為主的話 待會就只聽實作的部分 那我這邊稍微就trace一下那個code 那在Fast Recognition這個Library裡面 它有個函數叫做Fast Location 那也就是輸入一張圖片 那後面有一點參數 那可以先不要理它 那我們就看model就好 model它有HOG 就是一些傳統machining的方法 也有CNN 那這邊會推薦使用CNN 因為效果很好 那可以看到這邊model就有說明 就是有HOG的選項 以及CNN的選項 那通過Fast Location這樣的一個函式 它可以得到 就把那些連絡框出來 那會回傳一個list 那那個list裡面 每個每個音程都是一個topo 那裡面就包含了top right button left 這框框的四個的位置 那我們繼續trace 可以看到Fast Location這個韓式 它原始裡面就 如果是CNN選項 它要再call一個 如果Fast Location這個韓式 那這個韓式在上面 那可以看到它如果是CN的話 它就會call一個CNNFast Detector 那CNNFast Detector這個韓式 其實是DLIB的CNNFast Detection 的model V1 那這個東西 如果你直接去看它的code 它就DLIB放在這邊 那它其實是一個C加價的code 那就是這份 那再更仔細往下拉的話 就可以看到它model長怎樣了 可以看到這邊 就一堆convolution network 接了好幾層 然後把它全部接在一起 那其實這個東西 是沒有在任何paper上被寫出來的 這是他們客製化的一個model 那有興趣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他們覺得效果不錯 那就這樣使用了 那剛才那些過程 Trust Code的過程 沒聽懂 也不知道他model在搞什麼的話 欸沒關係 因為這邊就有教 這邊就教學的部分 只要打這幾行就結束了 是非常簡單的 因為只是用一個Library而已 你就把它Library import進來 那最重要是這行 用你的image在哪裡呢 就這image是PASS 那接下來 用FastRecognition的loadImageFile 就把這個圖片讀進來 讀到這邊 讀成image 那接下來他有 剛才提到的那個FastLocation 這個函式 那把音名輸入進去 那後面就是一些參數而已 那輸入進去 他就辨識結束 那辨識結束 會回傳一個list 叫做FastLocationList 那你就用回圈去跑它嘛 那把裡面的一張張點的 這個TopRightButtonLeft都讀出來 那讀出來之後 你要在一個空白一個mask上面 把那個框框框出來之後 把裡面的值都改成1 那剩下都是0 那這件事情怎麼做呢 這件事情怎麼做呢 用NompiLerror 先產生一個矩陣 那長跟寬 就是原本 1米舉的那個長跟寬 那接下來 就把 剛才他辨識出來的 TopRightButtonLeft 這是Top 這是Bottom 就是長高 頂跟底 那左邊跟右邊 就把它框起來 那把這個mask這個區域 把它改成1 這樣就結束了 所以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做出來的效果如何呢 可以看到 這就是人臉辨識的部分 可以看到他就把人臉框起來 把字詞改成1 所以現在這邊全中都變多了 那如果透過這樣的流程 就是先一個人進去 然後透過 Trium的Feature Attention Network 先把 整個一個大聲區域 抓出來之後 再把臉的全中 加上去 再讓現在臉就變得更亮了 那以這樣的方法 用DPU計算 欸 才出來的系統 就變成 才出來頭變長這樣 欸 看起來就可接受了 但還有個問題 就是他人臉的話 看起來只會辨識 正臉的部分 但對人來說 額頭啊 可能還是蠻重要 那就是你不希望把那個上面的頭也切掉 但這個好解決 你只要把 這邊再往上擴展一點 就是剛才是Top的位置 再往上擴展一點 欸 這樣整個頭都出來啦 那最後裁切的圖片 看起來也是相當不錯的 那我們接下來 就在使用OCR 把一些文字的資訊加進去 但是如果去GibHub裡面走的話 可以發現OCR 大部分提供都是針對英文在做的 那針對中文的還蠻少的 但是螢幕 就是我們在使用中文市場裡面 就是在圖片裡面 出現中文的比例應該比英文還多 所以要找一個可以使用的 中文的OCR 那如果你翻翻GibHub裡面 其實可以找到這個 Chinese OCR Lite 那它是什麼Library呢 那可以看到 這邊有他們官方提供的例子 就是輸入一張圖片 上面有很多字 那進到model之後 它可以把這個文字框起來 並且進一步告訴你說 這個框起來的字裡面有哪些字 看起來辨識的成功率還是蠻高的 那我們就用這個model 來把文字框起來 然後把那個文字的mask做出來 那這其實他們是一篇錄文啊 是2020年的這篇錄文 叫Riotensics Detention 什麼的 那 可以看到他們的architecture 跟剛才MIRAMI Attention Neural Network的做法 是差不多的 可以看到這邊就是輸入一張圖片 然後進到一堆Conversion Neural Network 那把中間很多層的結果抽出來 可以想像這邊有些low level的feature 後面就是high level的feature 那抽出來之後 也各進去很多Conversion Neural Network 然後做一做之後 再把它合起來 然後合起來之後 再經過一些Conversion Neural Network 那得到最終的答案 欸這樣end toend下去 就結束了 那如果剛才那個architecture 沒聽懂的話 也沒關係 因為教學部分 你就只要會操作就可以了 那首先 這邊的話 就要先clone這個repo 那你把它clone下來之後呢 操作上 就如這邊鎖式 就非常非常簡單 那 再先以po個sys 然後把 它剛才這個clone下來 這個資料夾的pass加進去 因為這樣 待會才可以讀他們config 跟他們一些neural network架構 那這邊還另外使用了cv2 跟剛才的讀 讀搶案的系統 就是那個imagePL pil的image 那做法很簡單 你也只要指定說 你的imagepass在哪裡 你要輸入的image在哪裡 那接下來這邊初時畫一下它的model 那這個modelpass 你可以想 欸這怎麼來的 它就是 就是這個就要講裡面的config 裡面的一個config 反正你總之這樣說 它就會把model讀進來 那並且把wait也做好了 那接下來這邊只是單純的把 你這張圖片讀進去 那轉成numpide格式 然後透過cv2把顏色處理一下 那做完適合input之後 直接把它丟到 這個model裡面 它有個函式叫做process 那丟進去 那這邊有些參數也不要理它 就可以把這些文字框出來了 那這個box就是那些文字的框框的 top right button left的位置 那它一樣 因為裡面可能會有很多文字的框框 所以就會變一個list 那你就一樣 就用回圈去跑它 那一樣 先做個空白的mask 裡面都填0 然後把mask 這個top button left right的區域 捲起來 把它開成1 欸這樣就做好了 所以接下來 所以現在 你同時會有 Pyramid 這個Network output的mask 也有Fast Recognition output的mask 也有剛才OCR output的mask 你有三種mask 那這邊會講個小技巧 你不一定要把它全部 直接加起來 你可以加入一些權重 那這權重要做什麼呢 比如說你可能是 一張 輸入是一張人類的圖片 那可以想像說 如果是一張人類的圖片 那麼 人臉的權重 應該是最高的吧 那文字的權重 應該是要最低的吧 你總不希望有一個人臉 那它 站在一個很多招牌背景上 那結果最後變成 這個圖片 便是系統 都會便是招牌的文字 都沒在管這個人的臉 那所以如果輸入人的話 可能 Pyramid就高一點 然後Fast就高一點 那OCR的權重 就低一點 你可以去更改這些權重 讓不同的輸入 都得到最好的答案 那如果是動物的話 可以想像Pyramid多一點 那人臉 應該人的臉 一堆人出現動物後面 可能那個人不正 很重要 所以把你的權重降低 那接下來 可能OCR 也就降低 因為動物的圖片 應該也不會太多文字 那食物的話 也是跟動物一樣 就是Pyramid那邊 權重提高 後面兩個降低 那如果是梗圖的話 這時候文字又重要了 那臉可能低一點 但文字要提高 那透過這樣的話 應該就可以得到 一個比較好的組合 讓你output的圖片 比較Maxane一點 那可以看到 透過這樣的設定 剛才第一 一開始那個梗圖的例子 進去之後 透過一個Pyramid 然後比較低的Weight 的Fast Recognition 再透過比較高Weight 的OCR 把文字辨識出來 看起來 就還不錯 因為比較多文字的地方 他的權重比較多 所以最後用DP切出來的圖 文字就比較多了 那剛才這個第一 一開始那個失敗的人臉 也透過一個Fast Recognition 並且把額頭第一部分 部分增加一點 那透過 比較低的OCR 他把辨識到鈔票 可能有點字 不是鈔票 反正上面有一點字就是了 他最後辨識出來 看起來就很不錯 這個拆卸出來的系統 真的非常不錯 那接下來就要秀更多的Resource 以及講一下有些公平性的問題 那首先像這樣輸入一個很多很多人的圖片 他就發現這個區域好像很多蠻重要的東西 那因為可能太多人都混在一起 但是人臉也太黑了 所以這邊人臉也沒有辨識很好 那此外再加上一些字 就一些重要的字 才出來之後 最後發現的 其實還不錯 他真的把一些重要的地方才出來了 那這是單一個人臉 那還蠻多使用者 喜歡去Instagram 然後去直接當個頁面截圖 那直接截圖 就是有點缺點 就是有時候出現上面的字 或是下面一些不重要的資訊 那透過這樣的系統 把人的位置辨識出來 把臉辨識出來 那加上一些權重 欸看起來 欸效果超好啊這個 那如果是一張比較大的海報 可以看到這邊就會增加一些臉的權重 那把人臉都辨識出來 所以output出來就是臉的區域比較多一點 但是這邊就會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有一些比較花題字 比如說手寫一些文字 那可能在OCR裡面 因為他並不是Trading Data 所以就比較難辨識出來了 那這個單一個人 從IG截圖下來 看起來也是沒什麼問題 就是切出來的區域還蠻不錯的 那如果是一群動物呢 比如說三隻貓聚在一起 這邊用PremorningFacial Attention Network 先抓出很多貓的位置 那這邊看起來OCR是有點辨識錯誤的 但是最後這樣出來的效果 欸看起來還不錯啊 而且因為寵物 這種Animal的OCR的權重很低 所以基本上就算辨識出來 他也不會影響太多 一開始的結果 所以看起來最後的結果真的還不錯 那兩隻貓看起來也很成功 就是把兩隻貓的區域都框起來了 拿來單一一隻貓的圖片也是 他就很精準的把一張 那隻一隻貓的位置把它框起來了 那實物的話也可以啊 他拿一開始Pyramid Feature 這個Attention Network 可以精準的把後面的背景都裁掉 那因為後續也沒有一些 兩點跟文字的辨識 所以他最後出來的一個這樣 看起來就還不錯 那麥當寶寶寶寶的圖呢 看起來就實物在一開始有沒有辨識出來 那加上一點文字的部分 就辨識出這邊有很多文字 所以可能文字跟實物都很重要 那最後奧不出來的圖片就長這樣 可以看到就很精準的 才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位置 那麥當寶薯條這種圖 麥當寶薯條這種圖的話 可以看到一開始 就整個薯條的有被框下來 那麥當寶文字被辨識出來 所以最後才出來的圖片看起來就還可以 再來是梗圖的部分 可以看到這很多字 所以一開始他可能發現這邊有一堆東西 然後先把它判斷很重要 那Fast就沒有 那接下來OCR就更重要 他把一堆字都框起來 因為在梗圖裡面字是很重要的元素 那所以最後才出來的部分 就有很多很多的字 看起來也是重點的位置 那這張圖就同時有 PyMifi 除了Attention Network 加Fast也有 然後加OCR也有 就同時三整全衡一下 那最後奧不出來的圖是長這樣 那這個是從Message上的截圖 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堆空白了 所以一開始可能下面的權這麼不多 然後加上OCR 把下面一些不中就沒什麼字 那把上面的文字都辨識出來 所以最後結果怎樣這樣 欸看起來效果就很不錯啊 他真的有把重點都猜出來了 那最後二探討一個議題是 以這樣的model來說 其實是有公平性問題的 那如果大家去查一下 Twitter的官方網站 可以發現他們好像把 他們這個自動裁切系統已經下架了 為什麼呢 可以看到這張圖片 就是如果輸入這兩張 這兩張長方形的 可以看到第一張長方形的 上面是一個白人 下面是一個黑人 那第二張這個長方形的圖片 上面是黑人 下面是白人 那同時輸入這兩張圖片 欸發現神奇的事 他覺得最重要的區域都是白人的位置 但是不管黑人擺在上面 或擺在下面 都不會影響這個叛徒的結果 那這個人做這個實驗之後 就講說 是不是因為他的領巾 就是這個model只判斷紅色 覺得紅色是重要的 但是他黑人帶一些藍色 就不重要呢 所以他把領巾的顏色換掉 就讓黑人帶紅色領巾 白人帶藍色領巾 結果最後出來 白人還是被辨識出來 那黑人的權重就比較低一點 所以不會被辨識出來 那他都在試一個實驗 就是透過負片的效果 那把黑的轉白了 所以現在黑人可能就變比較白了 欸他就被辨識出來了 就神奇了 那這件事情 應該就是他的Training Data裡面 因為目前的Training Data Set裡面 還蠻多白人的 黑人比例都少了一點點 所以整個在Training的過程之中 model就學習到 欸如果人的話 臉是黑的 可能權重都不要給那麼多 但如果是白的就很重要 因為Training Set裡面有很多白人 那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目前非常非常熱門一題 就是你在使用Machine Model 任理 Model的時候 那一些的Files 跟公平性問題 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這篇最新的文章 他就寫得很詳細 那除了剛才這個種族的問題之外 還有就顏色問題嘛 還有國籍問題啊 或是宗教問題 那也有性別問題 那甚至還有一些什麼年紀問題 那這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 都是在Train一個可能 比較Sensitive 那或一些比較 跟人相關的 Machine Learning Model的時候 要考慮的 你需要確保說 你的Train Data Set裡面 有些比例是正常的 不能可能Train Data Set裡面 全部都是女性 那最後你Train出來 Model就只會辨識女性 或裡面都是男性的話 那他辨識出來 也都是男性 那這件事情 就是可能需要去處理一下 你的Data Set 或是用什麼 Augmentation的方法 去解決這件事情 那以避免造成Model 會有一些Files的結果 那就可能被別人責罵 好 那我的整個Token 就到這邊為止 那這邊就幫Data工上一下 目前Machine Learning相關的職缺 還有開著 那如果有相關背景 或是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投利率到這邊 這邊總共有四個相關 跟Machine Learning相關職缺 第一個是Machine Learning Infrastructure Engineer 第二是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第三個是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特別注重在廣告這一塊的 那最後是Machine Learning的Backend Engineer 那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直接找QR Code 那或是透過下面的招連結 那進去填一些履歷 好那謝謝大家 我的Talk就到這邊 那接下來就是QA的部分 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直接發問 好謝謝 好非常謝謝何明陽 為我們帶來非常精彩的演講 那我們現在就是開始QA時間 第一個問題是講的非常清心 一懂鼓勵一下 對 好 我們講這也有聽到 那第二個問題是 Silent Object Detection 可以用Gradcam取代嗎 對 好這個問題 我猜會問這個問題 應該是看到Salience 然後就會猜想到Salience Map 但是這兩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不管是做Salience Map 或是Gradcam 都是拿來做模型可解釋性的 那它是要先勸討跟model 那這個model可能是分類模型 或是什麼模型之類的 然後在這個勸討之後 那針對每一張做Inference的時候 在Bad Power Quake 把原本每個P收集的Gradcam找出來 然後來做某些一些運算 然後得到不管是Salience Map 或是Gradcam 那基本上這個辦法 就是跟目前Tag4不一樣 那當然說 目前勸討這個Attention 就是這個Attention Model 就是它的這個Salience Map 或是Gradcam 也是可以用的了 是搞不好可以啊 但是是沒必要多此一局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是使用 不管是Salience Map 或是Gradcam來做的話 那可能就做分類模型吧 那但是你要把這張每個圖片的 很詳細的分類都標出來啊 因為畢竟這樣子這種 就是這個任務目的 是要把圖片上的重點表示出來 但是你要使用這種解釋性的方法來做的話 代表說你要把圖片上 那可能它的Tagging全部標數啊 比如人家圖片有數啊 有人啊 有道路 那你的Output的那個 Output的答案就要有這些東西 那這樣子會造成 會被太 就是它需要的計算 就能力太多了 根本標不完 所以說用這種可解釋性方法來做的話 是可能可以但是 沒必要 所以基本上要確認這個Model 你要End to End做的話 那很簡單就是Output的答案 就是只要 直接標出那個重點在哪裡就好 就不需要用這種可解釋性的方法來做 那我回答到這邊 好 謝謝回答 那我們今天就這兩個問題 那就非常感謝何美揚今天帶來精采的演講 謝謝 哪一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